复习一下上次解harmonic oscillation的一些结果 OK 好,现在我们一开始有个symbol harmonic oscillator 那它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们基本上先从harmetonium开始 上面这个harmetonium呢 基本上它是个古典的harmetonium OK 不过呢,我们也是 也不算了,它也算是量子力学harmetonium 只不过我平常写 我都是用正写的大写 好,这边暂时先讲 前面这个一看就知道这是动能项 后面这个呢,是弹力未能 所以我们就两项 OK,这个就是harmetonium 然后呢,我们把harmetonium呢 带入schottinger equation time independent 然后经过一些变数变化 比如说我们把它规定啊 这个omega m omega是angular frequency嘛 乘上质量 除以h bar 这个叫α 然后另外一个β就是2m1 1是什么 是这个particle 本身的能量 除以h bar平方 OK 然后呢,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它这边开始用一个q啊 来做这个变数变化 q就是根号α α是这个 再乘上x 所以基本上q呢 根号α 你去看它的单位就是长度分之一 再乘上个长度 它变成没有dimension 但是它基本上跟着x有关系 那不要忘掉 我们现在的potential呢 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横坐标 假设是x的话 我们的抛物线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抛物线 OK 所以横坐标x呢 你可以 往右到无穷大 往左到负无穷大 OK 那这个就是q的range 另外一个option呢 它的设定就是β除以α 一看呢 你发觉很好玩 这就是两倍的这个粒子的能量 除以 这个是什么 h bar omega h bar omega 假如说我们从一般的东西 眼光来看 这也是个能量 OK 不过以振动来讲的话 这应该是算说 一个振动的能量 之后呢 我们雪地银会区群 就会简化成这个样子 OK 其中这个pc呢 本身就是它的w function q呢 现在变成新的dimension list 一个变数 那里面就是option option我们已经说过 它是能量的相处 所以本身也没有单位 OK 然后再减掉 然后呢 再减掉 这个 这个是什么 q平方 再乘上pc等于0 之后我们就想办法 要来解这一个 OK 想办法要来解这一个 它解的方式 反正它是个linear homogeneous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基本上 它的解呢 只有一个 OK 也就是它是个 唯一的解 你不管你怎么解 解得出来 那个解就一定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就假设 我们原来这个pc 可以分成两项 第一个是pcA 第二个是hq的一个函数 我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事实上呢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可以先把q approach到无穷远处来看 approach到无穷远的时候 根据这个 这个卫能呢 弹性卫能呢 它会一直往上爬 爬到无穷大 那我们直觉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waive equation 绝对不能够穿透进去 到这么无穷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一定要能够decade 到零 当q取去无穷大的时候 要零 那么当q变得很大的时候 这整个式子啊 就变成它占重要 它不重要 OK 所以就把它忽略掉 就可以简化成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解啊 马上就可以结束这种形式 只不过我们一分析的结果 我们就发觉啊 这边只有后面这一项合理 因为这一项 它是exponential负的一个数值 所以当q取去到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零 这个合理 前面这一项恰恰相反 当qapproach到无穷大的时候呢 它整个就发散掉了 因为它是正的 exponential上面是正的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将前面的这个phi a 这个pa 几乎就把它确认下来 那基本形式就exponential负 二分之q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回来 我们这个解啊 形式就好像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呢 我们就要来解解看 后面这hq到底是什么equation 解完之后 我们就知道它整体的形式 最后再把它normalize 我们就可以求得完整的 一个位方式 在求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就会知道 phi到底是等于什么东西 就可以求得到它的energy 这个particle呢 所处的energy 到底是什么 OK 那么我们就这样 一步一步求下 那么现在剩下的呢 就是我们来看看 hq到底是什么 当然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hq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hermite function 好 所以我们将这个equation呢 再超一下 它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的形式是pc exponential负 二分之q平方 再乘上hermite function 你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每一项 OK 每一个turn 因为它有无穷多个turn 每一个turn呢 它前面的系数 通通都要等于0 OK 不过基本上你把它带进去 它会简化成这个样子 很简单的 马上就会简化成这样 这一看呢 你看看 这边的doubleplung 这个plung就是微分 对谁微呢 对q微 所以这也是个linear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但是这个很难解 所以呢 我们就用最原始的解法 就假设 它的解就是 一个什么 power series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函数 都可以透过什么呀 透过tidal展开式 把它展开成一个无穷的奇数 假设你是对着0点展开来 那当然后面就会有 每一个q的n次项 OK 这个是一定有 那这边是写k次项 所以它写开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将它一阶微分 两阶微分 做完之后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我们就按照q的次方向来排 那你不要忘掉 q上面的次方向是从什么 从0啊 一直到无穷大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无穷极数 无穷极数 假设加起来要等于0 那只有一种状况 就前面的系数通通通都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系数 后来发觉 这个系数啊 前后有关系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ak向的系数 这个系数也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我们用这个来代替之后呢 只要我们解除每一个系数下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power series解完了 那就相当于解得到hq的这个函数 那它每一个系数看起来是无穷多个 但是呢 我们让每个代替每个系数都等于0之后赫然发现 事实上只要知道两个就好 比如说你知道A0的就知道A2 知道A2就知道A4 偶次项全部决定 假设知道A1就知道A3 知道A3就知道A5 基数项完全决定 所以剩下呢 我们只要知道前面两项就好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带来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整个解呢 就类似这样子 这个很合理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两节微分要有两个解啊 我们就有一个解是什么 是偶次项的解 另外一个解呢 是基次项的解 那我们看看前面这是什么东西 前面第一个这是Aption Aption我们已经说过 这是个particle的能量 两倍的particle能量 除以这个减协震荡的能量 减掉1减掉2k k是什么 k只是下面的index而已 这不是k加1乘上k加2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发觉这个里面呢 这个Aption会牵涉到我们能量的解 那么这一边呢 它会一直的变化 一直的变化 所以当k一直在变化的时候呢 它这个power series 也就无穷远的在这边变化 OK 当然我们要求这个解 本身一定要能够收敛 这个解也要能够收敛才行 OK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hq啊 在比较大k的地方 你把后面这一项 除以前面这一项 OK 那记住哦 这边有偶次项 跟基础项不一样 比如说以偶次项呢 k加2除以k的呢 你会发觉它 limit之后 k去近无穷大之后呢 它可以变成 k分之2这个形式 很凑巧的 假设你去看另外一个方程 是这个 exponential q平方 它呢写成这样子 那你去看看高次项呢 它也是approach到k分之2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啊 我们hq的特性啊 跟exponential q平方的特性啊 是很像的 OK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 用来假装呢 就是hq的 用来代替hq的这个特性 然后把它丢回来这个地方 这一丢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它 第二项呢 就是这个 就你发觉 第一项这边2分之q平方 第二项这边只有q平方 所以呢 两个相乘起来 变成exponential的 多少 2分之q平方 正的 那q我们已经说过 q是跟好alpha乘上x 它是跟位置有关系 所以当q区近到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发散 它告诉你 这个怎么会发散 我们怎么可能 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假设它会发散 就代表是错误的 OK 所以这个事怎么办 这是为了要让它收敛 OK 因为本身前面这个是收敛 这个是负的 exponential负的 只要hq这个收敛 它就收敛 所以这个事我们就在想 就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诶 假如说这个 这个energy呢 是有特定形式的 你看 它这个是不是相当的 ε 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这个系数呢 只会到ak而已 ak之后的 因为这边减掉变成0了 那之后通通都变0 那我直接就把它terminate掉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极数呢 比如说偶的偶次相 我刚好到某一项 f等于1加2k 某一个k值 那它到这一项呢 都存在 后面通通等于0 那么它就变成有限项 有限项的时候 它就变成什么 有限值就不会发散了 那你说下面这怎么办 这简单啊 反正这不是两个解 我要是说这个有限项的话 那a0呢 就等于某一定某一个值 然后这个时候 我让a1等于0 a1等于0的话 就等于后面 这整个都不见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前面偶次相有解 相反的 假设我让f等于1加2k 这个k变成奇数项 就变成这一个加法呢 到了某一项之后呢 就被terminate掉 后面就没了 那就变成它收敛 那这个时候 我就要让a0等于0 就好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很special的 这个option呢 让这整个的 hermite polynomial呢 变成有限 它不会发散 不会发散 那最后我们的微方群 也不会发散 那么就变成有意义了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就告诉我们说 那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的微方群呢 基本上还是写成 exponential负的 2分之q平方 乘上hq OK 只不过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hq啊 depends on怎么样 你在哪一项terminate 我就把它写成h nq OK 那这个时候energy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一边这expon一定要特定 一定要等于1加2k 它才会分子变成0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 我们这个particle的energy呢 本身它一定要量子化 它要写成这样 omega h baromega 乘上1加上2分之1 n加上2分之1 n等于什么呢 n从0开始 01234567890 上去通通可以 那这样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减写震荡呢 它本身啊 这个particle energy呢 是什么 是量子化的 而且呢 它很简单 它就等于h bar omega 然后再乘上 n加2分之1就好了 但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 当n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它ground state ground state是能量 并不等于0 这个我们在上上节 已经讲过 这基本上就是 uncertainty principle的 一个影响 OK 那我们的能量 它绝对不会等个0 等个0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就代表说怎么样 我们能量非常specific 非常确认 但事实上 并不是它会有一个不准度在里面 好 那我们一旦求得这个系统的能量 那我们要看 微方形会变成什么 OK 微方形当然就它乘上卡啦 但是我们要把它normalize嘛 对不对 我们才会得到一个 完全orthonormal的一个set 一个basis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们怎么做呢 嗯 OK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将这个结果啊 大致上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 弹性未能 OK 减血震荡未能 它是个泡物线 这个是位置 我们发觉的 虽然说你的微方形 不能够进去 但是能量呢 最低能量大概在这边 这是零点能 然后每一阶的能量 你会发觉它是等距离的上去 OK 等距离的上去 但是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真实的状况 我们真正的未能呢 它并不是漂亮的泡物线 它是长成这个样 但是纵使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基基乎化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equation来模拟它 这个equation就是长这样 用这个来模拟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energy the state 发觉 它跟减血震荡的很像 前面这一项很像 但它多了一个修正项 而且这个修正项是减的 跟着谁有关系 跟着n有关系 n越大 你就减越多 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面energy state的呢 不再像上面是什么 是均分的 每一个高度都一样 而是事实上在低的时候呢 它能量差距比较大 越高 n越大的时候 因为它减越多 所以呢 它爬升的速度就比较慢 它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真实的状况 所以一般呢 我们在描述一个未能颈的时候呢 不管是你在sharky barrier 或者是在一个crystal里面的 每个nuclear 给电子的这个potential 我们都是用类似这样子来描述 OK 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里面的等能阶啊 是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OK 到了 假设这边是你的上限 那 假设你的量也超过它 你会发觉这边会密集到 最后变连续的 那么它就approach到古典的状态 那么在下面呢 它就是属于量子的状态 好 那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来normalize这件事情啊 这个东西呢 而且我们要搞清楚 hermite的这个equation有什么特色 因为我们很多计算啊 都要利用这个way function 比如说 expectation value 你去计算前往值的时候 你不是要把一个东西夹住吗 对不对 一个dynamic variable把它夹住 假设你要求energy 你就把harmitonium 两端用这个什么 way function把它夹住这个积分 对不对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怎么计算 它在那边怎么计算 就牵涉到这个hermite的 polynomial怎么计算 我们都要了解一下这些特性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 这边还有几个特色呢 可以来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hermite function本身啊 它是 它 它可以是怎么样 n要是等于基数 它就是基函数 n要是等于偶数 它就是偶函数 ok 那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们本来的这个解在哪边 我看看 解在这 ok 这个已经normalize过了 ok 好我们先看这边 我们的解本来这边是exponential 负二分之q平方 对不对 现在把它写成 alpha x平方也对 它这个本身就是偶函数 所以呢 偶函数乘上偶函数 就得到偶函数 偶函数乘上g函数 就得到g函数 那这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state上面的way function呢 它不是基函数就是偶函数 而且depends on 怎么样 hermite polynomial本身 是偶数还是g数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hermite呢 这个polynomial呢 除了五我们前面解 可以解出一个polynomial之外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polynomial 这样写起来谁看得懂啊 而且很麻烦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有两种产生的方式 第一个就叫generation function 也就是说 你可以设定呢 有个equation 叫做f 大f 它本身就是exponential q平方 减掉 然后s减掉q平方 是这个样子 或者把它简化成这样 你对它做tide展开式之后呢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后面你保留怎么样 s平方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是对着s展开来 底下呢 保留n的阶层 因为这是tide展开式 每一项下面要有了 其他剩下叫做一个系数 我们赫然发现 这个系数啊 本身就是hermite polynomial 所以这样就变成 它很好计算 所以这个呢 它能够来产生hermite function 我们就称之为generation function 那同时呢 这里面呢 因为有牵涉到一些微分什么的 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形式 也可以这样子写啊 那这样子就是把hermite polynomial 产生出来的方式 那这两个产生的方式呢 我们可能搞不太清楚要干嘛 但事实上在下面的计算的时候呢 就有很重要的地方 当然我们今天只是复习 所以我们就先不计算 我就将这个结果啊 大概写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也是已经normalized的 OK 那这个是什么 generation function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产生hermite polynomial的方式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 当它是偶0跟2的时候 你会看看 当h0的时候 n等于0呢 它永远等于1 那等于2的时候呢 它是偶函数 所以偶次相就是偶函数 g次相就是g函数 我们用上面的这些generation function 下去计算 我们发觉一下hermite的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横等式出产 出现 好 各位看看这边 hermite的n加1次 减掉两倍的q的hermite的n次 你看它是不是降了一阶 再加上2n乘上hermite的n减一阶 它这个一定会等于0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假设到时候你要把这个换成另外的 都可以 OK 比如说这个呢 是不是就等于 等式可以移到这边来 就变成正的这个 剪掉这个 OK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记不记得啊 我们以前在学进物的时候 或高中在学光谱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光打到一个能阶 它可以跳跃上去 对不对 我们以为呢 它可以一路跳跃上去 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 假设你这个时候所能接的来源是由于这个减切震荡的未能的话 你要是把两个微方形对某个东西夹住 比如说有个方形呢 它是DN 比如说对一个特色你去夹住它的时候 比如说这边是 你看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是N加1项 去夹另外一个N次项 是不是代表这两个要交互作用 对不对 就你发觉这个时候呢 它有值 不是零 但假设是自己夹自己呢 OK 当然就看看你中间有没有摆什么东西 像目前这个只是计算自己本身的expectation value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写得出来 OK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你这个上下 因为我其中的一项 可以用另外两项来代替 所以这个时候一夹住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中间夹个X 对不对 那么它就可以等于这个值 而不会等于零 但是假设你是N都一样的 它告诉你它是零 所以现在就牵涉到 你在讨论的是什么东西 假设我们讨论是个光打到物质里面 你一定是两个位方形 东间夹住一个怎么样 可能一个Hamiltonian的本身 可能是在电磁波下面的Hamiltonian 那这个时候你得到了值 你会发觉它是零 那就代表它 你假设它是零的话 就代表它不能够从N 跑到N这边过来 OK 它一定要怎么样 降一阶或者是上升一阶 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会提供给我们很多information 当你在交互作用的时候 它里面的一些行为是什么 OK 好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OK 这个式子很无聊 它只是告诉你 它是G和数偶和数而已 那上面这个式子呢 它跟这个比较像 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它这边多一个微分像 OK 多一个微分 所以这些equation就变成我们的工具 很等式 假设你要运作这些东西的话 通通都要用它 OK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normalize这个wave equation 基本上你就是把它丢进来 因为一开始我们这边不晓得什么数值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N 那后面是exponential负的2分之Q平方 当然这边已经展开来了 所以呢 有两个相乘起来 因为它又没有I 所以你complex conjugate的时候还是实数 所以基本上2分之Q平方就变成Q平方了 两个相乘 那后面就是两个HQ呢 乘在一起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这个样子 记住当你看到两个hermite的夹注的时候呢 并不代表只有它而已 记住前面有一项 千万不要忘掉 它有包含这一项 OK 你不可以把它丢掉 这是我们发觉它有正交的特性 这个 当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它一定就是零 两个一样的时候 它就有值了 OK 它就有值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这个就把它当做它的正交 那最后面将这个值啊 前面的系数呢 就用它来取代 开根号的摆进来 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我们的微方选 完整的就可以写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简洁为能里面的 简洁正当为能里面的微方逊 以及它的energy的解 全部都解决了 然后下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的这些计算 OK 这么一二三四五六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 OK 我要请大家呢 把它算一次 Homework OK 请大家把它算一次 看看它怎么算 OK 你必须要实际的下去操作hermine 因为你只要操作一次呢 你就了解 等到我们讲完轻易原则能接之后呢 你可能还要再操作一次 操作了两次之后呢 你就已经知道它到底在干嘛了 你操作当然是就很害怕了 因为这个里面牵扯到积分 好像很复杂 但是不要忘掉 真正要做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招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么detail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东西的特性写出来就可以了 OK 我们会慢慢讲 所以呢 我们上次呢 基本上就讲到这边 我们将它解 完全解完了 这个时候的解是在什么 X basis下面 这边全部都是X 跟X有关系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上一次讲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 讲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这个地方我要分两次讲 OK 我本来要一次讲完 但今天 势必没办法讲完 OK 所以呢 我就只能分两次 好 我们将原本的 哈密托尼写在这个地方 经过变数变换之后呢 许丁会区群写在这边 每一个变数 我们知道Q就等于更好α乘上X ε就等于什么 两倍的particle energy 除以h bar omega OK 所以这两个都是 dimensionless的一个variables OK 那我们现在呢 又要再做另外一次转换 假设呢 我们的Q完全一样 跟这边完全一样 P呢 我们这样子定义 这样定义完之后 整理到最后面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OK 它这样做干嘛 我们当然这个时候 还不太明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看看它怎么玩嘛 我们把这两个 丢到这边来 一计算一下 发觉 我们equation变成 这么简单的一个equation 前面是P平方 加上Q平方 括号 乘上perse 等于option 乘上perse 这个有什么优点呢 到目前还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假设呢 这个时候我们将Q跟PR 因为假设P我们称之为 generalize的momentum Q称之为generalize的coordinate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它们两个做commute commutator的运算 结果我们发觉 它等于负I OK 负I 其实我们蛮早就已经知道 P跟X的commutation relation 就等于负I h bar 你可以看到 正面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的设定呢 跟原本的这个的特性 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我们很不喜欢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东西啊 牵扯到一个负I的东西啊 这感觉上计算就不太容易啊 所以呢 有人他就开始在想 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件事情 你看看 这边不是等于这样子吗 我们看看 假设有两个东西相乘 一个Q加上IP 乘上Q减掉IP 它是不是会等于这样子 前面是不是就是它 只是后面加一个E嘛 好 那我再把这两个颠倒 Q减掉IP 在operate在Q加上IP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Q平方加P P平方减掉E 这个上面两个完全相等 这边变成减E了 那干脆把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一加起来 不就是等于前面的这个地方了吗 Q平方加P平方 我就可以这样子写 这样子写的时候呢 我马上来做个重要的定义 OK 各位你可以看看 这个东西会等于二分之一等于两项 第一项是二分之一的这个 加上二分之一的这个 OK 我们要是将 这二分之一呢 分给这两个 那相当于这个是 根号二分之一的这个 这根号二分之一的这个 你发觉 这边的形状都差不多 我将前面这个加的部分啊 除以更号二分之 除以更号二的这个 这个叫做A 后面减的这个部分呢 叫A dagger OK 我就这样子这样子设定 这看起来也很有 很直觉嘛 不只是可以这样设定 而且这两个互为什么 complex conjugate OK 看起来也蛮好玩的 我们把这个呢 再带回来这个地方 结果我们发觉 它可以写成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时候的表示是呢 就完全脱离了 我们古典的一个感觉 它进入到另外一个 符号表增的一个世界了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目前还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不过我们待会儿 慢慢看就会看得出来 不过基本上 假设你把这个A 跟A dagger 做个computation的一个计算的话 你发觉 很好玩 它等于什么 E E我们就很喜欢了 E呢最好操作了 那么也就是代表说 以后你要是看到A Operate在A dagger上面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E加上这个 或者是你看到的A dagger Operate在A上面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这个 减掉E OK 也就是它们两个都可以互换 那而且互换公式非常简单 那这个对我们而言呢 非常的重要 OK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 继续下去 我们看看会怎么样 OK 我就将刚刚的结果呢 通通整理在这个地方 Hamiltonian Shorting Core Equation 以及经过我们转换完之后 用A跟A dagger 来表示的Shorting Core Equation 以及它们两个人的关系式 OK 等一下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 会觉得太快的举手 会觉得太快的 OK 那我们再回去一下 慢慢来 我不喜欢用投影片上就这样 投影片啊 我讲起来速度很快很轻松 看的人都不晓得在干嘛 OK K数 它只是用一系列的变数变换 这个是Shorting Core Equation 这已经经过一次的变数变换 之后呢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变数变换 在这个地方 这边 我们定义另外一个P出来 这样子定义呢 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 X跟P原本的 这个在X basis上面的 这个Commutation Relation OK 那我们另外再定义这个东西 我们发觉Shorting Core Equation呢 可以更进一步的写成这样 你就发觉很好玩 前面是A A dagger 加上A dagger乘上A 之后 再对V function运作 然后下面呢 就告诉我们 这两个的Commutation Relation 到底是什么 就这样子 OK 记住我 它只是一再地把它变形 对不对 一再地把它变形 没有关系 反正它们都等价的 你就要了解 它就是等于它 OK 只是它里面的每一个呢 它本身的 是这样子定义而已 OK 那到底这个是要干嘛 现在没事干嘛 事实上是有它的道理在 OK 好 那我们再下来看看 那我就将刚刚的结果 通通集中在上面了 你看看 Hermittonium Shorting Core Equation 我们定义的Alpha 定义的Epsilon 定义的Q 定义的P 以及定义的A跟A dagger 之后呢 我们的Shorting Core Equation 就转变成下面这个 OK 好 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的 我们要经过一系列的游戏啊 来玩 OK 这个纯粹只是游戏 但这个游戏呢 可以让我们啊 了解一下里面的一些东西 好 让我们看看 因为这个是Commutation Relation 所以呢 由这个式子就可以知道 AA dagger就是第一项 它是不是就等于把这个E过去 就变成1加上A dagger乘上A 这个是确认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把它带回来这边 这边有AA dagger 以及A dagger跟A 我们把AA dagger 这个 哇 这整个式子是这样 你看 我要把这个换成它 这等号里面 是不是多出 1加上两倍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1 我把它移过去 是不是Action减掉1 然后这两倍除过来 是不是变成2分之A 减掉2分之1 它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一个形式 Right 或者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点倒 比如说我用 刚刚是这个 用这个来取代 或者是这个呢 用 这个就是后面这一项 我可以把它移过来 这个移过去 那么这一项 是不是就等于 AA dagger加上1 这边就变成两倍的 AA dagger加上1 1已过去 又是Action减掉1 我看看 对不对 AA dagger 1 1加上 现在1减掉 哎呦 这边有没有电倒 反正不管它 你们回家算算看 假设有错 都是我计算错 OK 好 那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之后呢 我们先操作其中一项就好 操作这一项 这一项一看起来呢 我们就发现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这个pc呢 我们可不可以说 它是这个operator的eigenstate 这个小刮户 就是这个operator的eigenvalue 可不可以这样看待它 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是eigenvalue problem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对它再运作一下 我们把整个四值呢 前面呢 用一个a dagger来运作 这一运作的时候 你看看 这一边是不是就变成三个 a dag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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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乘上v function 对不对 运作在v function上 等于 这个要运作在后面 但你知道前面这个只是个eigenvalue 本身只是个时数而已 只是个number而已啊 所以呢 它把它看成常数 可以提到这个的前面 就变成这个乘上a dagger 运作在v function上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呢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看 这个时候是三个operator运作起来 那挂骨 你爱怎么挂是你的事情 对不对 我呢 假设我 我把前面的这两个a dagger乘上 那operator a呢 在这边 我用commutation relation a dagger乘上a 那是不是等于这个减掉1 这个减掉1 把它带回来 那a 那前面的这个a daggera呢 是不是就变成 这一下 这就变成a dagger减掉1 那后面这个a dagger perc呢 保留 后面也保留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再整理一下啊 因为你看看 这边有个1耶 1 负1我移过去 又变成加1了 加1 2分之1加1 就变成2分之3 right 它就变成一个式子是这样 那我这边有用红色刮乎起来 你看看 前面又是一样a a dagger a dagger跟它一样 我们刚刚说 perc要是a跟a dagger的 eigenfactor 那么 这个就是它的eigenvalue 那我们发觉 下面这个式子是什么 跟上面很像 只不过我将perc前面 先运作一个a dagger 这一运作之后呢 它本身也是a dagger的一个eigenvector 只不过它eigenvalue啊 跟上面这个有一个不一样 它变2分之3 上面这个只是2分之1加上2分之1 这个是加上2分之3 那是不是代表我这个运作在这个weifunction上面 相当于它的能阶呢 就往上跳一阶啊 right 假设是这样 我们再试试看 我再运作一次看看会怎么样 我再把它前面在运作的aA dagger 这样计算下来 啪啦啪啦啪啦 诶 这边就变成怎么样 前面一样是aA dagger 那里面这个weifunction呢 我用a dagger运作两次 运作两次就变平方嘛 假设运作一次 它会从1分之1增加到2分之3 那运作两次是不是就变5分之5 果真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它就告诉我们说 诶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运作呢 我们可以一再的把它加入aA dagger进来 你就可以把它这个eigenvalue啊 这个能阶呢 从一阶 然后一直上升一阶 一直往上提升 一直一直提升 一直提升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知道第一个啊 后面就通通都知道 OK 就可以做这种运作 那当然啊 我也可以运作上面这个啊 就让它一直往下降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像这个游戏呢 我们就玩啊 OK 我们就把它呢 整理在这个地方 上面都完全一样 那我们刚才不是在玩这个吗 我们运作它了 这个pasy呢 里面用个a dagger运作之后呢 能阶就从1分之1上升到2分之3 再运作一次 被a dagger的平方就上升到2分之5 我可以一路的运作下去嘛 管它3去21 就这样一直运作 一直运作 但不管怎么样 你每运作一次 就是把它往上升一阶就对了 那前面这个呢 只是它的eigenvalue OK 我只是把这个保留在这边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词啊 带回去原来的way function 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way function OK 那我可以运作这个啊 我刚刚运作只是这个 我可以运作这个啊 这个刚刚我是故意去升一阶 这a dagger前面 我用a dagger去运作它 这个呢 我故意前面运作个a而已 OK 它就变成a a dagger a 那这个时候运作完之后 用刚刚的 一样把这个带进来 经过一阵子的计算发觉啊 它呢 本来的能阶是负的二分之一 现在往下了 变负的二分之三 那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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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是a 运作在 pc上面的时候 它会把它从n阶 降到n-1阶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a dagger呢 它有一个怎么样 提升的效果 它把你的能阶呢 从dn阶提升到n加1阶 这个a呢 没有dagger的 它把你降阶 从n呢 降回n-1阶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像a dagger 称之为什么 rising operator a呢 没有dagger的 就称之为 lowering operator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通都用operator 在运作 OK 我问一下 以前的量物 有没有教过这个 都讲过了 是不是 OK 学过的举手 量物学过的 这个部分的 OK 那没有学过的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个的 来举手一下 OK 好 那没有举手的人 是什么 做梦的时候看到过 那也不错 那很适合当科学家 做梦还会梦到亮丽 不是梦到噩梦 OK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发觉 他用这个很好玩的 特性 好 我们继续下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出一个很简单的表格出来 假设这边是让它为方选 你对它运作一个 A dagger在这边 运作两次 运作N次 这个是运作A A呢对它运作 所以这个是Rising一次 Rising两次 Rising三次 这是什么 Lowing一次 Lowing两次 Lowing N次 这个是它相对的 Igon state Igon value OK 完全看看你是针对谁在做 OK 以及最后面的这个equation OK Igon value of这个东西 那这些呢 都很清楚可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A dagger跟A 有很特别的地方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呢 来玩一玩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很想要知道 它的Igon value会变成什么 Igon value呢 我们最基本的 Expectation value的做法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Energy 放在这边 OK 然后呢 两端用微方形把它夹住 OK 记住哦 这个是operator 那这个根据我们前面的 这个equation啊 它会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Aption运作在Perset上面 会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摆进来而已 然后你看就发觉 它分成两项嘛 一个是什么 P平方一个加Q平方 本来就是两项 然后你把它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OK 然后呢 我们就用最初阶的这个微积分啊 用Integral by parts 一路呢 把它计算下来 计算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来看看 它有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这边都是平方平方平方 平方平方平方 就是正的啦 一个正的函数 你对它做积分 就相当于算下面的面积 它一定会大于等于零 它不会怎么样 小一点 这个就跟我们的 这个减血震荡的定义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 要去看这个expect 它的energy state的时候呢 它最低阶 它不等于零 所以我们也没有定义 它可以是负的 所以它整个都要是正的 所以就发觉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呢 是蛮合理的 它跟我们的这个减血震荡的 结果啊 很像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 用operator的方式啊 一个一个我们来解决 假设呢 我们叫做ground state的 微方局叫做percy 0 那你要是对它做个lowing 然后说抱歉 它已经最低阶了 它没有percy负1的这一阶了 因为在我们这个减血震荡里面 我们不允许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规定它 它一定要等于零 这个你根本就没有 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然后我们就从零的地方 开始往上升 把它operator的一次a的格 OK 那operator一次a的格之后呢 a的格operator在零啊 当然还是零啊 但是这个operation 可以变成后面这个啊 对不对 前面已经算了很多次了 它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就代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ε这边呢 它要等于零的话 一定要二分之一 减二分之一嘛 哪有什么选择 所以option一定是等于1 那option的定义又是这个 所以就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energy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h bar Omega ground state energy 就算出来了 哇很棒的一件事情 等于说我们这个operator呢 可以好像不是真正的去解它 我们只是利用 我们之前用古典方式 解过的这个特性 我们用一个operator的方式 去模拟它 甚至于你都忘了 这个hermite function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模拟出来 它energy呢 ground state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h bar omega 哇 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呢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原本的定义嘛 对不对 a原本的定义 那么我们要是把这个 我看看 这个跟这个 这个把它丢来这边 然后运作完之后 就可以变成这个equation 这个equation太好解了 一解发觉 它等于什么 等于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Q平方 乘上一个常数c 这个跟我们先前求到的 那个古典的解不是很像吗 它的解本来是说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Q平方 乘上hermite function hermite polynomial 但hermite polynomial 在hermite等于零接的时候 它是等于1啊 那就等于它 前面只有nomalization的这个数字 你还没有算而已啊 你发觉 我们都可以用operator的形式怎么样 来重复得到 先前用古典方式 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蛮好玩的呢 对不对 好像个游戏一样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子来玩 OK 好 我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这边啊 我们希望能够用operator的方式啊 来简化它的一些运作 从这里面呢 来找到 它等价于我们以前的计算方式 OK 我们现在先证明这件事情 那到底 这operator要干嘛 我们下档课就会再讲 大家的作业很简单啊 只是回家运算一下 这个部分 跟这个部分 这很简单啊 只有x而已 也还没有p 也还没有什么的 因为复杂的在后面 OK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这边呢 最主要我们是要计算 这个expectation value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当然就完全按照规则啊 把option pc OK 它就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是 shorting equation嘛 假设你忘掉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 不就是这个吗 OK 那这个还是换算过了 再早一点 在哪里 在这儿 option pc 是不是等于p平方加q平方 刮乎的pc alright 我们呢 就这样子运作 那把p的形式带进去 q的形式 就是q嘛 OK 那我们呢 就可以开始运作 那这边呢 第一项 这项没有什么 因为q的平方 对pc 那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前面的这个呢 你叫integral by parts 很简单的 运作一次呢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都没有问题 那 那我们再看看 那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是 我们要把pc呢 前面的q值 q就是位值嘛 b进到无穷大 跟负无穷大 想都知道 b进到那个地方 还有位方逊吗 当然没有啦 所以第一项就等于0 所以我们只剩下 后面这两项 OK 那后面这两项 你看看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等于什么 位方逊 complex conjugate的 位分 以及位方逊的位分 这个不就是等于 这个值的平方吗 Right 所以呢 这个是个平方 后面又是两个平方 基本上 这整个一定要大于等于0 再从A 运作在 low in operator呢 运作在pc0的时候呢 因为 pc0已经是最低的 不准再低了 再下去就一定 统统等于0 这是我们规定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算出 它的这个ground state的energy 就等于二分之一 h bar omega 完全跟之前一样 而且我们可以得到 ground state的位方逊啊 看起来跟之前的形式 也差不多 非常棒的一个结果 OK 就等于说 我们这样子operator呢 的转换啊 应该可以得到 以前所有的结果 那下面就是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来跟大家讲 它确实是可以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已经运作完了嘛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运作到 这个wave function呢 ground state的时候 大概是这种形式 OK 那同样的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可以得到ground state energy 就等于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看看 那我能不能持续不断的 对这个运作 rising operator OK 记住哦 lowering operator运作在 perseed 0的时候 永远等于0 但是我把它rise一接呢 它不会等于0 它会一直往上跑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成perseed 1 第一阶 然后你继续的 再运作一次 再把它运作 一阶 rise上来 又变成第二阶 如此一直的下来 最后面呢 你每一个 能接状态的 wave eigen state呢 全部都可以什么 解出来 微方圈都可以解出来 它基本上就是等于什么 前面normalization的 这个constant 后面就是rising n次 从那边rise上来 从ground state rise上来 所以这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perseed 0 我们可以相当于等于它嘛 对不对 相当于等于它 所以你看看哦 我把这个 带进来这个地方 带进来这个地方 那你是不是发觉 这个seed 0呢 跟下面的这个seed 0 这个写得不太清楚 seed 0的 刚好互相消掉 是不是变成cn 乘上a dagger的 rising operator的n次方 再乘上perseed 0的这个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了 没有错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从以前的 古典的计算 它告诉我们 它可以写成这样 假设你还没有normalize之前的话 normalize constant 把它放在这边 你发觉一件事情 它们两个很像 对不对 你看这个部分完全一样 exponential负的2分之q平方 exponential负的2分之q平方 完全一样 现在这边有个hermite function 跟这个a dagger的n次方 一定有关系 OK 我们把这个a dagger的形式呢 前面算了一个形式 a是这个样子 那a dagger不是应该是减的嘛 对不对 你operate的n次 它就变成n次啊 在这边啊 我们就这样排起来 然后两相对照 两相对照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hermite function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嗯 我看看 这个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在这 应该就等于前面这个啊 但是它故意把它分开了前后 OK 好 那这样子一来呢 这个形式就变成说 这又是hermite polynomial 另外一种计算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求出来 OK 那这个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用operator呢 同样的可以把wifunction 从头到尾都求到 那当然啊 我们要是从这个 eigenvalue上面来看 你也可以求到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再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 统统都在这个地方 好 那现在剩下只有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normalize它 一normalize的时候 ground state呢 它一定要等于1 管它任何一个都是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normalization的constant 你就可以求得出来了 所以呢 这样子反复的做 这是pesee0 意思到peseeN 你都去求它的期望值 好 那这里面啊 牵涉到很多的运算 比如说这个你看看 a dagger的n次方 假设呢 只有一次 你要 你千万不要忘掉 a dagger proceed呢 你要是把a dagger 移到中间来 它相当于你要对它做一个什么 dagger a dagger的做两次 就恢复到自己本身 a 那这个移进来呢 kid移到中间来 是不变的 bra移进来呢 是要变的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看你要移到哪边去 通通都可以 最后对这整个运作 哇 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ok 但是这些呢 其实没有太复杂 前面完全都是我们原先的 现在运作是运作这个 ok 这边有告诉大家运作的 基本上的规则 所以呢 你我们把这个移进来 这个移进来 或者是这个移到 右边的这里面 它是被A operate在a dagger上面的n次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这个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要理解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operate ok 你只是要operate很多很多次而已 那先从第一个 简单的来看 假设一个a呢 运作在a dagger的n次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为什么呢 这右边有一系列 这一系列运作 请大家要记住 我们只是用commutation relation ok commutation relation 对a dagger有什么差别 我忘了把它copy过来 我看看在哪边 在这 ok 我把它copy过来 ok 它是不是相当于 这边是n次嘛 你先把一次提出来 那后面是不是n减一次 那这个是什么 我再把那个 computated relation 把它copy过来 各位你看看 各位你看看 这个 a a dagger a a dagger 是不是等于1加上a dagger a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运作进来 这个是第一项 那后面呢 会变成这三个层前 对不对 然后你继续继续做 你这个地方呢 你看看哦 我看看 a dagger n减1这边不变 这个呢 a dagger a dagger n减2 这个乘进来 就相当于 n减1嘛 对不对 是不是n减1 我看看 再加上这个 这个是n减2 但是这个要运作进来 也就是说 这边呢 前面呢 这一项呢 这一项 是不是它 它是不是等于 再加上它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要这样运作吗 总之我们只有这个式子而已 我们没有第二个式子 OK 那你看看 这怎么样把它运作在这里面 OK 我们可以再把它抓一个出来 再把它抓一个出来 是不是a a dagger 然后这边n减2 那a dagger 又可以把它拆开来 又变成1加上a 你再把它丢进去 它就变成两项 如此周而复始 最后面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OK 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要干嘛 这个式子就在这个地方 OK 因为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后面对 pc0 operate 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OK 有问题你回家算一下 好不好 你练习一下 你把它几个式子带一带 你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然后再来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define 这个永远都是适用的 然后这一边呢 都可以运作哦 最后面我们把这整个的结果 因为我们最主要是在计算这个 那刚刚算的这些 都是在算里面的这个东西而已 最后面我们要把我们结果 通通都丢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一运作完之后 我们发觉 诶 这个本来是一个什么 第n阶本身的 expectation value 对不对 那它跟第0阶的expectation value 是有关系的 那第0阶本身的normalization呢 normalize之后呢 它会等于C0的平方 再加上更好排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呢都照做 OK 前面的这些系数呢 都是前面的系数 丢进去之后 最后面 我们就可以呢 把我们整个式子 因为这边就可以求出 normalization的这个constant 等于多少 最后把这个数值呢 带回来 带到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呢 就可以整个function了 全部把它求出来 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建构出 古典的解 就是传统的 schulding equation的这个解法 我们只是单纯的用operator 而且里面呢 只有一条equation而已 这一条 你几乎找不到第二条了 有有有 还有一个 这一条 OK 其他的呢 只是一再的运作而已 那我们就可以produce 所有的结果出来 拜拜 谢谢大家